329块钱的五沟车粒子 59块钱 9颗的草莓 最贵的一款牛奶 我们下层新买了118块钱 What's up 妹妹 我们今天逛一逛 全国最贵的超市之一的 看看里面都是到底有多贵 就是说月薪的有4万 都不敢在这边购物 今天来体验一下 这个是真的没有意思的 一个柚子卖288 我的天哪 什么柚子这么贵 剥好的是79块8一份 咬咬牙 拿一盒 五沟的车粒子 一盒是660啊 我的天哪 这个是五沟的 这个是三沟的 这个是二沟的 那这么一笔一下也是差很多的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 怎么样 水好多啊 然后也挺甜的 柜子真的有点费 是不是尝了就不好意思啊 哪个好吃啊 贵的好吃 256这么一盒粉草莓 这个大的我们尝一想 99这么6颗一颗草莓 1300钱 这个蛮有意思的 它是一把鲜菜 下面是带土的20块钱 可以边摘边吃边培养 你可能越吃越多了 自选沙拉40块钱一斤 分速投价的是吧 对 鸡胶肉拿一个 那这个香肠看起来可以 我菜是牛肉哦 这个培根我感觉不像正经的培根 我们都尝一下 这个西葡萄看起来还可以 你40块钱一斤买祖师 你不是冤大头吗 那我们做一下冤大头 感觉挺想吃的 来我们猜猜这一点多少钱啊 我拿这么准 200块多少钱 16 这个鸡腿10块8毛钱 可以 你看这边是酱商鸭是半只51块8 这个鲁胃大冰牌是168 我有我要的大肠 你有你的出来的 那我们点这一盒 50块钱 4包 它这么一片五沟的 438块钱 这也太贵了吧 我的天哪 什么样的家庭能吃得上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了 牛奶里面最大成分是乳糖 它这边还有去乳糖的奶酪 这么一盒51块4毛钱 我的天哪 这个是我们吃得起的 你看 它是30块钱 任选4个菜 不论荤素 带鱼先来一份嘛 这个是什么 这个来一份 茄子来一份 确定一份 狮子头吧 帮助加分 你帮助到吃饭 那就一份就好了 就这一份牛奶 一身装的118 正常我们不是20块钱一瓶 太贵了吧 但是它的牛奶你没看见 挺黄色的 我们尝一尝 豆腐漆是一份29块8 没尝过 我们尝一下 总之消费应该是751块4 准吃一顿饭 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开始吃 那先吃这个99块钱 9颗的草莓 这一颗是有点偏粉的 这一颗是纯纯的白草莓 你觉得跟红草莓比哪个好吃 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他说的那个糯 可以忽略不计给大家看 但是你跟红草莓比呢 比我想象中要甜一点 应该说还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我来当这一把 约种就可以了 好不好吃 好吃 小朋友不会骗人 但是算上这个价格 我觉得就 多好吃 329块钱的五沟车粒子 人生中第一次买这么贵的车粒子 我的天哪 这个是车粒子 这个是草莓 我们抵一下 甜是真的甜 水也是真的多 贵也是真的贵 我来点点 好 这个是30块钱的盒饭 我感觉是他们专门给 外向前员工的 员工餐一样的感觉 我们来尝一下 狮子头 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这30块钱的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而且你放到外向成这样的屋下 的确是心价比挺高的 而且看这个四十豪 含肉量 海平均50以下 好不好吃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卤味 这份卤味50块钱 你们觉得贵还便宜 吃饭多 很好吃 它没有甜口的 猪大肠 这个是什么 反正这个猪大肠 有点像那个味噌好的 有点像包装带你拆出来的 这个大可不必 这个是我们目前吃下来 最韭菜的一份 其他贵贵贵 但是它是好吃的 对不对 这个其实有点像L1的那种感觉 它是那种往健康路前走的 咱们尝一下 面先来一口 好吃的 牛肉来一口 这个牛肉是 这一吃就是那种 馅乳出来的那种牛肉 嗯 鸡胸肉尝一下 这个挺好吃的 嗯 还带花生酱的味道 好吃 我感觉 目前吃下来 我觉得这个健康区域是最好吃的 而且它是模仿的 那个L1 有模有量的 有钱人富人都越来越注重 健康生活 健康饮食 你必须要有这么一块区域 配起来像活水肠的培根 这个跟我想象中一样 很有自助餐培根 目前我觉得排名第一的 就是这个健康餐了 这一款就是全场最贵的一款牛奶 我们下狠心买了 118块钱一身 它的牛奶的那个质感 也确看起来要 跟别人不一样 它是黄黄的 黄黄的 它牛奶上面怎么会有一颗一颗 像奶粉结块一样的这种东西 这是什么原因 干杯 宝宝好酸吗 跟20块钱30块钱的 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 就它多了100块钱 1块钱都没多 这个价值 浓厚程度 还不如直接买冰和客喝 在家也能做 任何牛奶都能做 你就把一杯牛奶 冰完以后 把它解冻 解冻到还趁半的冰块 把冰块扔了 剩下的 绿下来的那个牛奶 就是冰块 好不好喝的 所以这个牛奶 还是跟大家立个雷吧 配方表 百分百升牛乳 蛋白质含量 3.7 脊盘4 也没什么大区别 还要没有 我们单纯是喜欢喝牛奶 可是这个牛奶好 哈哈哈哈 来我们来尝一尝 这个300块钱一颗的柚子 我到底要看看 会在哪里 我买两颗 就可以直接到泰国卖 我挑一个红的 不是很多 淡淡 我还没有买10多的柚子 慢慢吃 夏末抽出那个柚子最好的季度 每变哪一颗柚子都能做到柚子 可以 但没必要 豆腐湿湿它就要剩下 29块8 这么4个 要这么看 可能那质感是有点像豆腐 我们来一尝好 它真的有豆腐的味道 有豆腐的味道 还蛮有意思 最高底下就是没有很多 吃完也不会很腻 价格也没有说很离谱 好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有耐心 看完了这一吃 可以但没必要试裂 好 想必大家如果能够坚持的 把这一个试裂看完 一定能够怒剩一个亿在口袋里了 我的粉丝应该是人均口袋一个亿 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